接下來最後我們來介紹一下 企業的經營以及風險 不要以為當老闆的都沒有任何風險 也不要想說要為了賺錢賺崩了 只要先開店那再說吧 至於企業在我們公民課本裡面 介紹哪三個企業型態 第一個叫獨資 第二個叫合貨 第三個叫股份有限公司 那什麼叫獨資的公司 就告訴你這個公司它的成立 是由這個老闆單獨出錢的 我們稱為它叫獨資公司 那合伙公司是由數個人共同出資的 這個公司我們稱為它叫合伙公司 那什麼叫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常常聽到譬如說 詹曼玉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那請問一下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資金來源從哪裡來的 它是經過法律的規定 向社會大眾募集資金 那接下來獨資合伙跟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風險承擔為何 還有它的盈虧啊 它的盈虧 由誰來共同負擔 獨資的話 因為你一個人出錢 很抱歉喔 那就是你一個人獨享利潤 那發生了一些風險盈虧的 也必須由你個人來承擔 那合伙因為是由數個人 於是它的盈虧風險呢 就是有這些出資的人 出錢的人共同分享 那盈虧啊或虧損的部分 也有這些出資的人共同來承擔 股份有限公司 依其股東 它的投資額度 來分享其利潤 比如說 我在這個公司 佔了20% A 它佔了5%的股份 B 它是40 那今天發生盈虧了 或是要分配盈虧的時候 就依照你20% 40% 來去做承擔 那最後我們一定要注意一下 股份有限公司 當今天 有虧損的時候 股東不需要 以私人財產支付 也就告訴你 今天我公司發生了倒閉危機 以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的資產 處理完畢之後 如果還有不夠的 這些股東 不需要拿他個人的財產 來怎樣做支付 那我們看一下練習題 剛剛談過企業的型態氛圍 獨資合夥 股份有限公司 那請問一下 第一題 能夠公開向社會大眾募集資金的是哪一種企業 那我們剛剛講過 依照法律跟社會大眾募集資金的答案是什麼 那就是C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個 無需與他人分享利潤的企業 就是只有我 Only 只有我而已 這是什麼 也就是所謂的獨資的部分 好 這是我們第二課 生產與投資 最後的一個單元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 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講到的生產者 還有生產行為 然後我們講到 當你是老闆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生產要素 你要有生產要素 你才能生產出所謂的商品 那第三個單元我們講到 當你有生產要素的時候 不是你當老闆賣什麼就賺什麼 我們必須要考量三個課題 叫生產什麼 如何生產跟為誰生產 然後再來告訴你 當你有了生產要素 也知道賣什麼樣子的商品之後 也考量過風險之後 這時候 老闆 開門 就是要賺錢 那你到底賺錢還是沒有賺錢 我們可以透過公式 利潤的公式 比如說利潤等於 消貨收入減量生產成本 那我們已經介紹過的 在經濟學裡面的生產成本 是屬於經濟成本 你必須要將 沒有賺到少賺的 隱性成本 算在你的成本裡面 最後一個單元 告訴你 企業應該要承擔的風險 好 你明白了嗎